今天是振兴三倍券预购上线的第二天 不过不同于首日因为流量太大出现塞车的情况 今天各大超商的失误机系统大致是很顺畅的 预购人潮也不多 根据经济部统计到今天中午11点为止 纸本预购的数量超过了139万 数位绑定的超过77万 合计完成预购的数量已经超过216万了 而以首日预购的状况来说 选择纸本预购的人数远比数位来得多 比例大约是6比4 其中选择到超商预购的民众 更是远远多于观望 振兴三倍券预购上线第二天 超商失误机不再像首日卡卡的很顺畅 就连预购人潮也没第一天这么多 实际跑了四大超商八间门市 几乎都没人在预购 一开始在7 然后结果我是12点去的 可是可能那时候大家都刚好 集中在那个时间 所以就有点当机 所以后来我是在全家 大概傍晚六七点的时候 就买到预购到 所以第二次测试的时候你觉得顺 第二次蛮顺的 今天就是预购 有一点吧 但是应该还好 居然有第一天的状况 应该可以排除吧 根据经济部统计 三倍券预购首日民众反应热烈 其中纸本预购比数位更有人气 预购比例6比4 选择到超商预购的民众 更是远远多于观望 至于数位预购 最多人选的是绑定信用卡 其次才是行动支付和电子票证 由于纸本第一波预购时间 会到7月7号 接下来还有第二梯次 8月1号到8月7号 至于数位绑定 更是年底前都可行 时间拉长 就盼能舒缓 7月15号到邮局购买 三倍券的排队人潮 接着去签个头道 接着去签个头道